2009年莫拉克风灾造成高雄甲仙小林灭村的巨大灾难 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指出 莫拉克风灾短短三天累积雨量2900毫米 远远超过台湾年平均雨量2500毫米 尤其台风若与西南气流产生共半效应 将会导致山崩、土石流等灾情 为了精准掌握山区雨量观测 台湾中心在高雄山林区的吉来 建置双偏极化降雨研究雷达观测基地 更接近山区强降雨区 精准及时掌握山区降雨状况 提供灾害预警参考 台湾中心指出目前山区豪雨灾害预警 主要是依赖全台500多台雨量观测站 做及时观测 但台湾山区地形因素 无法有效确切掌握整条流域的灾害预警 若搭配超过150公里的雷达观测半径 就能全面性观测雨量 但也坦诚目前雷达才刚建置完成 还需要时间累积观测值的经验 目前还无法立即与人力疏散做高效率的连结 所以我们要测试比如土石有可能危险区的时候 只针对比较小的地区 那比较小的地区我们就要为他们精确 可是目前我们像西级事件的雨量不够精确 它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 那强烈对要报道生命期就几个小时而已 从你看到这个系统形成发展到降下 可能就几个钟头的时间 所以说一定要就雷达所看到这个 放到模式里面去再做很多运算 才有办法掌握比如未来三小时的 什么地方会下雨多米 这是其实我们最多的地方要在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在西南汽流这样的环境 就是说这些西南汽流 比如说它的水气有多少 风速有多强 它的水气高度有多高 这些资讯跟它产生出降雨的这些极致的了解 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任务 山区持续强降雨 对历经921大地震的台湾而言是致命天灾 台湖中心希望除了急来降雨雷达 未来能再增加普风仪 无人飞机等观测器仪 才会有效建构西南汽流 大气水纹整合的观测网 提高资讯精准度 好在灾害发生前 山区都能事先进行疏散 并避免小林面村不幸事件再度发生 记者亚某五路台湾市采访报导 就很高兴一下 设计F